Hello大家好,我是Peter 我們來到Steam Sales的第三天 主題是兒童不宜 Steam上 自從解禁了色情遊戲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全面解禁 而且就算解禁了 真正的色情遊戲 在Steam上也是很難找到 所以大家自己不斷 找到了 有條Steam Link去買 就多過在Steam找到 這集的節目 兒童不宜是介紹很多 小朋友不應該玩遊戲 首先我們來的第一隻 就是PC Building Simulator 沒錯,為什麼是兒童不宜 就是因為現在小朋友 已經不再組裝電腦 而且 叫一個兒童去組裝電腦 又的確不是太適宜 基本上我除了訂爛 充電卡和解禁你的RAM 什麼都不懂 PC Building Simulator 這隻遊戲非常有趣 暫時是Early Access的階段 基本上Early Access的遊戲 我是不會推介大家去買 是觀望 永遠都是觀望 除非你有一種 錢用了是覺得 無所謂的超強自信 我建議大家是觀望 這隻遊戲有趣的地方 就是 通常 你去到PC Building Simulator 或者甚至乎 有些人想說是 砌車改車的 那些 你需要 Forsa 或者是GT 這一類大型的廠商 才可以找到 真正的Partnership 讓你去做一個 足夠真正的車 來給你改 或者是去砌 那PC Buildings Simulator 這個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真的拿到 華碩 NVIDIA AMD Intel 它們的 License 或者是 Cooler Master 我忘記了是不是 Cooler Master 或者是 很多機箱的牌子 風扇的牌子 水冷的牌子 甚至乎是那些 線的牌子 來給License 把一些真實的Component 放入 這個Building Simulator 讓大家 可以 不需要用太多的金錢 都可以體驗到 砌新電腦的樂趣 那至於 真不真呢 老實說 暫時來說 就不是太真 有很多地方 就是那些 顯示卡 是不用駁電 它都會穿 即是 那個SATA 那個位置 是調轉了它 它不需要理會 那些走線 它會自己幫你走 那 諸如此類 那些東西 其實就 不是說真的太 simulation 但是它EARLY SESS 那 我會改的 越來越多的廠商 不知道是為了廣告也好 是為了 真的 讓大家 試砌完 是會壞他們的Hardware也好 是真的 越來越多的廠商 是投入他們的 即是給LICENSE 他們把真實的硬件放進去遊戲裡 又砌得挺開心的 最搞笑的是什麼鬼 它還寫了一個 不倫不類的故事 即是你又不可以說它是故事 只不過是有幾封E-mail 是跟你說 它想砌什麼機 然後你又幫它砌 砌好之後呢 你就會賺到錢 有錢呢 你就可以買一些更厲害的零件 回來砌 更厲害的機 就是這樣 當然啦 砌機也有很多不同的挑戰 大家如果有砌過機 就會明白的 主要是什麼 有些人要漂亮 有些人要不值 有些人要效能 有些人有什麼都要 那看一下 大家那個 機的定位去到哪裡 它是有 變成難關的挑戰 有些人是想要那部機 是做到什麼 有些人是想要那部機 有多麼型 有RGB燈 有很多風扇 還有玻璃側板 就算作為一個遊戲 都算是一個 挺新穎的 idea 不知道下次還可以砌什麼呢 然後另一隻 兒童不義遊戲 就當然是 South Park The Fractured But Whole 千萬不要讀錯 這個價錢 的確非常吸引 減75% 但是當然 你需要 買多些少 DLC 去完整 故事的內容 整體上來說 不會有第一次 The State of Truth 這麼震撼 因為 始終將South Park 來做遊戲 已經是第二次的嘗試 而第二次的時候 我不知道 它是怕 還是什麼 但我還覺得 這隻遊戲 唯一的缺點 就是戰鬥改善了 或者是故事好了 或者是Writing好了 或者是 所有東西都跟足 再跟足一點 再跟足一點 電視的系列 很多人都是讚他 但是 不夠放膽 本身他用這個 人物的膚色 來去 定義你的遊戲的難易度 已經是非常之瘋狂了 但是 當你是震撼完之後 你進去之後 發現呢 不是喔 GAT好像 不夠瘋了 玩得不夠放 玩得不夠放 就不像South Park 那所以呢 今集的評價 是會比 第一集 反而是略為低了一點的 略為低了一點 就主要是 因為他的GAT 就不夠大膽 那所以呢 如果是 對於這隻遊戲 的GAT 是富裔厚望的話呢 可能 這個價錢 你都還接受到的 但是如果真的 覺得 唉 就故意玩一隻RPG 但是又看不到那些GAT 都是不了 那就不了了 那 跟著呢 另一隻兒童不義遊戲呢 就是 Overcooked 和Overcooked 2的 Bundle Pack 為什麼呢 因為實在太難玩了 那經常都有人問我 呃 Overcooked好像挺好玩的 我家裡有個小孩 好不好買給他玩呢 那我首先會問他的問題 就是你小孩多大 呃 六七歲 那你就千萬不要買了 因為很多家長呢 並不知道Overcooked 他的真正內容和玩法是怎樣 我就是知道 好像一群人在廚房裡很混亂 那樣 有些人可能連這些東西都不知道 那不怪他們 可能他們不看Youtube的 Overcooked 呢 基本上呢 我那個 個人的介紹呢 就是 你有沒有試過在M技那裡做Part Time呢 你有沒有試過在任何的 餐廳的廚房裡面做個Part Time呢 如果你有做過或者你有想像過 或者你有看過戲 看別人是怎樣做的話呢 那基本上你就會明白 Overcooked的主要遊玩內容 是什麼 那你覺得你在一個六七歲 或者十歲以下 基本上 的小朋友 是不是真的有能力 可以做到那種工作呢 我可以跟你說 Overcooked 你還要 真正的廚房你都還好 是不是 第一 你有良出 第二 如果那個人 他罵你 你可以走開 你可以做第二件事 直到你再被人捉過 是被他罵為止 是不是 你自己都可以走開一下 你玩Overcooked 你那個Partner就在你旁邊的 他就在你旁邊的 明白嗎 除非你扔手掣 如果不是你都要面對著他 你知不知道那個壓力 是比真正的廚房大 多少 一個小朋友怎麼面對到 對不對 所以這遊戲呢 是非常之兒童不宜 我只會推薦 心智成熟 而且行為良好 沒有暴力傾向 粗口都沒有太多 的人士去玩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時候 開聖誕Party的那些 大家留意一下身邊的朋友 會不會有這樣的傾向 就是他 心智未成熟的那些 千萬不要Overcooked 千萬不要Overcooked 給他玩 玩別的 玩別的 玩一下 玩一下超級大亂鬥 玩一下超級大亂鬥 OK的 就是 他打得贏 他就不會吵 他打輸 那他都輸了 是不是 玩過一點OK的 因為他罵人 他罵完人他始終都是輸 那些會開心很多 玩那些 但是當然 介紹Overcooked 和Overcooked 2的 最大的問題 就是 不是因為他們是兒童不兒 而是他們很便宜 大哥 一百元都不用有兩集 現在是一百元都不用有兩集 那當然 那些收費的DLC 大家另外需要買的 但是 多幾關 十幾元 你會不會是另外給錢 支持一下原作者 我就會 大哥 十幾元還想怎樣 十幾元 那 那 我 真的 我都不好意思說 真的太便宜了 我看到一隻實體的Overcooked 其實是一百幾二百元的時候 我心想那些人是 為什麼可以承受到 用一百幾二百元買一隻 一百元有兩集的遊戲呢 嗯 嗯 好廢解 那接下來呢 就入正題了 那今天是會比較短 那個集談已經是開始了 有人問我 會不會說一下 嗯 Steam本身那個 Sexual Material 有個Tag 我真的按下去看看 它有個Tag呢 它有個是 以熱門的Tag遊覽遊戲 當然要按 Sexual Material 或者Sexual Content 那個Tag 按 然後一開 沒有東西看的 所以基本上呢 就作為一個 紳士呢 你按開這些Tag 你會期待 整個牆都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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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麼的 是不是 沒有的 沒有東西看的 那Sexual Content 在哪裡呢 實際上呢 跟著你看一看 它裡面呢 的內容呢 發現呢 原來任何 能夠扯上關係的 內容呢 都會叫做 Sexual Content 你那個 框會不會 闊 嗯 不可以說它的框是太闊 的確 你試一下 上條奧德塞 你經常都會 進行這個交配的動作 那 那 它也有 很多不同的Puzzle Game 是 叫做 有少少 圖 看一下 那 但是你 能不能夠 真的叫那些 叫做Sex Game 我不會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個世界是有 叫寫的 那你一打開 那個Sexual Content 的那個Tag 其實基本上 我預期 它整個 叫寫的那些 那些呢 就會有一個 Series 當然可能是 因為叫寫沒有放上來 但是 都不是這樣啊 大哥啊 你年中 PS4 多少 十八禁 的題材 的遊戲 是出了 就是 移植不完 一年移植幾隻 一年移植幾隻 你都填滿了 那裡 沒有東西看的 做什麼呢 最 最搞笑的 不是這裡 最搞笑的就是 今年 其實出了一隻 遊戲 叫做Agony Agony 這遊戲 本來是不雪也霸的 因為它是一隻 拉茲來的 從遊戲來說 但是 它 它是 很勇敢地 我應該說 很勇敢地 將所有的性器官 和人體內臟 對 所有關於性的東西 全部都鋪滿了 在這個 遊戲的畫面裡面 基本上你一走進去 你會看到滿滿地 全部都是 Sexual Content 啊 它這樣都不是放在第一頁 那什麼放在第一頁啊 那些遊戲 它又不放上去 那等一下 那你那個 商店的那個 頁面器用來做什麼的呢 基本上是沒有用的 即是一打開 你覺得 可能昨晚 昨晚才講完 閃亂神惡 會不會覺得 閃亂神惡 其實已經放在整個系列上來的 你一打開那個 基本上 整版都是閃亂神惡 起碼都是這樣 對吧 沒有的 嘩 嘩 我覺得呢 Steam呢 在 不關於Steam的事 其實 Steam已經給了你照片 其實是關於那個社群的事 那個社群呢 對於 在Steam上面 的 有關性的主題的遊戲 那個關注度是嚴重不足 為什麼那些什麼東西 Vampire Assassin Creed Odyssey 那些 那些 甚至乎是 刀劍神惡啊 其實 那些 阿斯達的衣服 是少了 就是 性質感 蛤 不是吧 不是這樣的 喂 其實 Steam上面 我覺得 基本上 是沒有真正的性質感 大家都明白 其實 如果你是需要 性質感 的話 其實我建議你 到 去Pornhub 找一找 因為 Pornhub 是全世界 最政治中立 最 不種族歧視 最 不性別歧視 也 最一定 不會審查 你放些什麼 上去的 影片網站 剛剛 沒說錯 在 Pornhub上面 有很多 真正的 十八禁遊戲 的 在那裡不會被人按 也 每個人都看到 那是不是很合成理 對 那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想玩 H-game的話 我建議你去Pornhub 看看 甚至乎 我覺得 我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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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質感 其實真的 對比起 那些Steam上面 那些 基本上是 餐天共地 完全沒有性的主題 Steam上面的遊戲 九成九 那 不要跟我說 什麼組裝圖 就是 混著女兒 又要看圖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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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性格 不是的 那 而實際上 在Steam上面有的 遊戲 我覺得最色的 就是 Skyrim 因為有個MOD 當你上過一個地方叫Lover's Lab的時候 你整個Skyrim就會不同了 你整個人生都會不同了 因為Lover's Lab上面是嚴禁大家 批判另一個人的性癖好 那就是這個Forum是非常自由放飛的給大家討論大家的性癖好 那到時候你就會知道 什麼叫做變態 什麼叫做 對啦總之就是Hentai 你玩過的Sex Game是很變態 你看過的東西是很變態 你經歷過的這個世間上的任何關於色情的暴力的媒體 你有覺得過是有一丁點而變態的話呢 那sorry 不好意思 Lover's Lab會提供一千倍一萬倍的體驗給你 基本上如果你真的對這個成人的遊戲 有興趣的話呢 你只要裝上來的Skyrim 上Lover's Lab 那你不用睡了 以後都不用再睡了 YEAH OK 那今天呢 兒童不宜遊戲呢 暫時有幾個 那下次呢可能將一些 的Indie 貴的貴雷 因為今年的Indie都頗多啊 其實呢 除了我之前說過的Cross Code之外 因為那個實在是 一個太重大的RPG了 因為那個玩 講的玩成百幾個小時 那我不可以叫他真的做Indie 那但是有不少Indie Game呢 今年呢大放二彩 還有一些舊少少的都可以說 那我們明天呢再和大家見面 大家收看記得按讚、訂閱和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